见证奇迹历史一刻又又又来了 护国神山台积电登千金达证 四号开盘直接跳空大涨超过2% 冲上1000元 买盘热血沸腾不停歇 不止最高攻上了1010元 收盘也牢牢站稳关卡在105元 市值逼近26兆 不管是在AI的资本支出的一个投资 或者是需求畅旺的情况之下的话 对于这个价格的一个调整 都是持续在这段时间支撑 大型的这些科技半导体类股 这下百万股民荷包也真的是赚得满满满 尤其摊开走势图看一看更疯狂 台积电今年股价狂飙涨近七成 等于都没有卖出的人 一张就爆赚40万以上 没上车的人实在是好羡慕 那究竟现在还能跟上吗 掌握它的肌肉量 长期期是不变的话 那么应该是随时可以去注意 专家野铺通常台积电回档重挫 就是最好进场点 领股则是天天都是好买点 只不过要留意台积电登千斤之后 波动刺激度也跟着加大 每跳动一档赚赔扩大便5000元 影响大盘指数也变5倍约40点 而台积电发威再加上鸿海助攻等等 台股四号也大涨350点 一举冲破了两万三千五百点大关 再创新高 下半年的一个看法 我们认为它基本上还是强势 两万三千八百点到两万四这个中间 那么整体回档或休息的幅度 估在点多是两万点左右 毕竟彭博已经抢先在18号法说会前 帮台积电占下可能即将有大惊喜 第二季营收有望比市场预期还高10% 只要台积电持续飞天 台股自然也会普天同庆 东森产品新闻刘子澄 叶子金台北报道